还帝安宇航这一侧 到了第四节 整个山宗的打法呢 完全是让外援站在一边 给帝安宇航制造一打一的机会 进了啊 确实厉害 先发球员已经站到了场地的中央 跳球 山宗会获得今天比赛的 第一次进攻的球权 进 帝安宇航先给 甲成不起吗 对啊 这已经到了非常好的位置了 需要将领组帮助他来梳理场上比赛节奏 刘宇航 高厂开端这个进攻打得不错啊 但是这次呢 由于莫泰的这个掩护之后啊 苏也没有办法 他这场均得分在山东队是排第一位的 三拔三中 七分 天宇航在往里杀 那些斜防的吉普森高度不够 嗯 这边电宇航也是命中 让他们球队饱受欺负 随便赛季很短暂 对 好球啊 电宇航再中三分真厉害 嗯 随便赛季很短暂的吗 大边的更换 所以詹姆奇梅斯来的时候 能够看到他还是挺听话的 而且场上这个表现也不错 电宇航连续的冲击篮下 直接挑战冲进去挑战梅斯 呃 球队非常重要的这个封线的球员啊 电宇航和高尚的对比 两个人今天也是对防 呃 结论就是谁也不太能防得住谁 好球 全切配合 一个二过一 所以表情很无辜看一下这球 这球员很重要 家机外园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人家高尚今天打的同样的出色 呃 开的很早 而且呃 手感一直维持住 哦 现场这个气氛板显示的是16 大球往前推 4打1 打1 这球 这球青脑队退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 没人回来 那是 最近这几年呢 频繁的出现在这个NBL的赛场上 尤其是跟着陕西夺冠的那个赛季呢 给人留下点身力 电宇航转换三分命中 也就是这个17年的夏天 啊 在那里打球 自己强打 这球如果能出一下就好了 这球太困难了 电宇航早早走走在前场 扣篮 差两分了 这球对 贾成竟然把这球也救回来了 哦 竟然还没打击电宇航 在攻还没有 吹了高尚 吹的积极 确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苏伟呢 就以为这球基本上要出界了 也就没有去追 没想到 后撤步的三分球 贾成高高越起 拿下篮板再给电宇航 这球起的高啊 真狗 不乱动作啊 投完了之后 本来要退房的 一看有篮板 继续向里切 行的犯规啊 是不是高外民知道 觉得不是 in return ết啊 这段时间 青小队的命中率下降 那么山中队 还出来 跳步 失误 再打反击 就是这个暂停 已经没法再叫 没有暂停了 已经 已经无法通过教练员 的暂停 去调整了 说 又是一次断车之后的反击 虽然说这次的快攻啊 最后被防成了落真地 但是我们说山东队的处理还是挺冷静 没有盲目的去攻 王主航再中一三分 九分多钟的时间 出流出来那个点啊 应该更多的去用 对 放空电宇航吗 这是要受到惩罚的 电宇航投中了一个空位的三分 变向幅度非常大 对 山东队请求换人 青岛队换人 这待遇也是可以 打手了 还电宇航这一侧 到了第四节整个山东的打法呢 完全是让外援站在一边给电宇航制造一打一的机会 进了啊 确实厉害 感谢观众 我期待 我